10號的颶風訊號已經在今早9時40分發出 同時,黃色暴雨警告訊號亦正生效 今早10時,強颱風山竹集結在香港東南偏南大約150公里 我們預計山竹會繼續採取西北偏西方向移動 而向廣東西部、元朗 以及在未來幾小時繼續逐漸接近本港和珠江口的地方 根據現在的預測路徑,山竹會在中午時前後最接近本港 由於山竹的環流相當廣闊,亦帶有非常猛烈的風力 所以它對香港有相當大的威脅 從雷達圖上看到,山竹相關的強雨帶正在影響香港 為香港帶來狂風、大雨 我們預計隨著山竹繼續採取西北偏西方向移動 這些雨帶會繼續在今日來講,襲擊香港 香港所以今日來講,會有頻密的狂風大雨 市民都要留意雨量的變化 風力方面,我們現在實正在吹東北風 現在普遍來說,吹跌風至暴風程度的東北風 離岸和高地是會吹颱風的 隨著山竹逐漸向一個偏西北偏西方向移動 現在我們在吹的偏東北風 稍後就逐漸轉為東至東南風 所以風向方面會有明顯變化 隨著山竹逐漸接近風力也有機會繼續增強 所以之前受屏蔽的地方可能稍後會非常當風 所以市民就要留意風向的轉變 而由於山竹逐漸接近香港 所以10號的強風訊號是會維持好幾小時的 除了大風大雨之外 山竹也引致我們的海平面上升 相關的風暴潮 預計會在今日下午2點至4點之間 將我們維港附近的水平面會推高到 大約是基準面3.5米以上 而在大澳地區的情況 在今日下午3點至6點之間 最高的海水水高度 會大約去到4米或以上 由於我們現在受著山竹的雨帶影響 有大雨 加上亦都受到風暴潮影響 水平面會很高 所以低瓦地區會有機會嚴重水浸 所以市民應該盡量留意 以及盡量遠離岸邊 並停止所有水上活動